吴欣源 持有者上場 你好 請到這邊來 我來自胡蘭常德 我叫賀江旺 我看一下您剛剛發給觀眾的這個事 尋找我的媽媽 尋找我親愛的雅巴媽媽 這個是什麼原因呢 當我讀高一的時候 因為我跟我妻夫吵架 我離家抽走 我的媽媽當天晚上 我是十點 十點左右 我的媽媽十二點就出去找我 等於一件就我的媽媽一直在外面找我 我媽媽走了以後 我也一直在找我的媽媽 你是說高中的時候 距離現在有多少年了 二十二年多了 媽媽是農亞人 因爲什麼事和繼父發生了爭執呢 當時是為了一張球鞋 因為我的球鞋是被別人偷掉了 我是打得刺絕回去的 就是自己買了一張球鞋 當時繼父是什麼態度呢 他是沒有給媽媽 沒有給我當時可能當時自己比較衝動 所以我現在也在自己反悔嘛 你當時就離開家了 對 多久之後你回到家裡的呢 三天以後 三天之後回到家才知道媽媽 不見了 那你接下來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呢 接下來我整個人 好像天塌下來了 我當時只有一群就是無衷 好像自己好像瘋了一樣 都不知道怎麼辦 母親先天是農亞人 我想她的一生 應該也是經歷了很多磨難 我媽媽 很苦很苦的 她一歲多的時候發燒 打針的時候才引起了農亞 六歲的時候 就才差點在河邊淹死了 是我的外婆守了一天一夜 一生日的 幫我的媽媽守了肥了 那媽媽在婚姻上呢 我媽媽一輩子結了三次粉 最幸福的就是跟著我的爸爸 我親生爸爸有三千日 我爸爸是學生 但是他們兩個 一定還是相親相愛的 特別是生的我以後 他們兩個是很乾的高興的 我的爸爸他一個殘疾人 要養養養四個人 就是每日每夜的這樣做 農村裡面他本身就是殘疾人 自己甚至那個病態也不去治 這樣才已經 事實要使到我親生父親去過世了 我們的媽媽帶著我跟我弟弟 我帶著六歲多 我的弟弟帶著四十多 但是我的時候秘密也就是在這個地方轉變 突然間發生我的媽媽當時要是不改嫁 我們就是吃青菜吃草 我們也不會出現今天媽媽離開我們這個結局 怎麼找媽媽呢 就是主路嘛 我記得那一年我們佛蘭斯下了最大最大 從史以來最大學一年的 我跟我的弟弟跟我的伯伯 主路那時候穿的那個長蕉鞋啊 那時候也沒襪子穿的 那裡面放著那個稻草 稻草 走著後面晚上 那個腳都拿不下來 腳裡面全部是雪豹 但是那時候都沒所謂 這局我們怎麼樣走 就沒有一點點媽媽 會經過這個地方 會經過那個地方的信息 我聽說在路上 還乞討過 要是我當時要是說就這樣乞討下去 哪怕我自己在外面就不能回來了 我自己心裡面也過得去 你是覺得現在非常責怪自己 當時如果能狠下心 拉下面子 沿路一直乞討下去的話 媽媽也許就找到了 對 你想過放棄嗎 沒有 我聽說你還做了一個網站 對 我是從08年開始我就有這樣的一個願望 在去年的時候我一個外甥 他是個大學生 他幫我申請了微博 申請了库库碼 還要叫我辦網站 這個網站的名字叫 叫媽媽回家 好 在往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給你一些實質性的幫助 請你大聲的說出你今天的願望好嗎 我的願望是找回我的媽媽 還有就是我想有公益性的團體 發的志願者幫我管理這個網站 我們希望節目組能夠幫助到你 邀請幸福大使趙春 我在下面聽其實覺得心裡很難受 你跟你的愛人好像一直在尋找媽媽 對吧 對 應該說你的愛人非常不錯 今天夫人來了對嗎 來了 來 我們就請夫人 雙鑫 讚望的夫人 你好 你好 那嫁給他多少年了 嗯 今年是八年 你嫁給他的時候就知道他要一輩子找媽這件事吧 知道 他跟你說了 我知道 他外婆是我們一個村的嘛 哦 他媽媽祖師我也知道 嗯 平常你們聊的最多的話題是什麼呢 就應該是找媽了吧 大部分是這樣子 哦 那你們自己的生活呢 生活 我們現在兩個人都在廣東打工啊 哦 那 電腦說你們現在吃的最多的 我看這上面說的是饅頭和鹹菜 是吧 我們在外面都是差不多是這樣吧 錢呢 錢都是 就去找媽了是吧 嗯 那你就沒怨言 沒有 我看這個編導上面寫采訪你們說 你們倆住的最長的地方是車裡 哦 那個行的活動 那個是在外面嘛 行媽媽的活動在車裡面 你當時為什麼嫁給他 就看著他什麼了呀 你怎麼就答應嫁給他呢 看中他的人有孝心 哦 看中他的孝心了 其實你也是一個蠻有孝心的媳婦啊 嗯 還不夠的 我們再一次的看一下你的幸福心願 如果沒記錯的話 第一個心願是希望能找回媽媽 對 第二個心願是希望有人打理的那 你那個找媽媽的那個網站 對吧 有人來打理 這個難題交到我這兒了 這樣好不好 你們跟現場的觀眾一起數五個數 我們看看幸福之門打開之後 我們能帶給你們什麼 好嗎 好 來請轉身 5 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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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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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妈妈带回家 希望当我们再见到 赫赞旺的时候 就是她与妈妈